我是讀中大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的学生 我创立的环境教育组织 自力推动低碳本地旅游 所以我透过青年委员自占计划 加入了可持组发展委员会 我本身的专业是金融科技 公司里面有很多计划 都有很强的社会元素 我们自己就叫这种产业叫做SoSo FinTech 好像我们的银制机 如何解决硬币积存的问题 这个已经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对了,伙伴昌志强计划计计委员会 是很需要我的声音的 我从小到大都在这个乡家环境长大 城市进化,有时不免就要犧牲一些地方 对大嶼山有份情意结 所以我立即去报道大嶼山发展计计委员会 青年委员自占计划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将年轻人的声音 带入政府的体质中 我加入了委员会客下的教育及宣传工作小组 他们都很重视青年委员的意见 态度亦都非常热情 所有都没什么压力 我很想将青年人的声音 带入委员会 亦都想将委员会里面的讯息 正确地贯宣给年轻人 做好桥留这个角色 委员会接下来会做一个 2050年的长期减碳策略资讯 我很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去帮手规划香港的减碳蓝图 希望可以增加多些旅游娱乐基建 给多些不同的表演者和青年人 有表演的机会 选我进去就是一种证明 政府真的愿意打开门户 接受不同的理念 多一个声音和角度 自然会启发到更多创新的思维 作为一个有承担的青年人 我觉得我们需要走前一步 说出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都有无限创意 又想贡献社会 对政策有深入研究 又有独特见解的你 既然有上场的机会 为什么没有我把握 跟我们一起 兼上场、真发声 参加青年唯一致尖计划